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阿民 看到阿民我就知道 今天DIY又來了 這次又想看到阿民做什麼 垃圾DIY呢 沒錯 又是寶特瓶 寶特瓶在手希望無窮 說不定阿 我還能用寶特瓶做一個全家餐 欸 水族用瓶 裡裡外外 全都用寶特瓶解決 那我們這次用寶特瓶做什麼呢 你是不是平常餵魚 用飼料還是用蜂蟲 都會四處飄 沒吃完 用整個底部都是 還是說你對餵魚有點乏味了呢 欸嘿 今天我們要來做什麼 我們要做頭胃管 首先 我們先來看頭胃管的 小影片 你看 是不是看著小魚 跑過去吃那一盆飼料很療癒阿 這次的DIY阿 就讓大家來玩看看 操作簡單 多簡單呢 欸 有手就行 惡爆不多說 我們直接開始做 首先呢 我們先準備一個寶特瓶跟三分管 還有三分管管 這樣就行了 那我們先把寶特瓶的底部切出一個盆狀 我們先把寶特瓶的底部切出一個盆狀 你要的深度 那這個深度呢 就看你要頭胃的是中層還是底層 都可以製作 那我們這次就選擇在中層的部分 再來接上我們剛剛切的三分管 拿剛剛切剩的寶特瓶的頭部啊 倒過來變成肉斗形狀 這邊就是我們的頭胃路頭 那在瓶蓋開個洞 再入三分管 欸 這樣就大功告成啦 那有個問題 要怎麼固定在魚缸旁邊呢 那我們可以用三分固定夾來固定 是不是就有一個可愛又療癒的頭胃管啊 那我們就來釋放一次看看 這樣就完成了 不不簡單 可是阿民 他那個衛食管這麼大一隻 放到小缸超級突兀的啊 不會啊 看起來剛剛好啊 對不對 你看小魚在這邊有這個大小 那為了小缸呢 養小魚養小蝦的草友們啊 我再教大家一個更簡單的迷迷版頭胃管 我們只要準備呢 一個出吸管 跟一個透明杯 我們只要把出吸管 填在透明杯上就可以了 記得留一些空隙 記得留一些空隙 讓飼料跑出來 再來就是固定在鋼壁上 這樣就完成了 小鋼專用頭胃管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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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使用頭胃管 主要是定點位時 再來是 那飼料就不會落在你的底紗 或者是你的底材上面 而且啊 請你傳得很方便 加上佔有趣的畫面啊 讓餵也增添了一點樂趣 你看那魚鵝搶食的樣子 非常有趣 但是呢 頭胃管也不見得沒有缺點的 那有哪些缺點呢 像是有些飼料比較緩沉的話 就需要先泡個水 泡沉了再餵 而且飼料倒下去啊 水流不能太強 不然啊 你的飼料肯沒辦法集中在餵食盆 而是四處飄 那再來的話 比較強勢的魚呢 會吃的比較多 那比較弱勢的魚呢 會吃的比較少 就會造成啊 餵食不平均 那懶得DIV的草友 該怎麼辦呢 欸 別急 我們也有 頭胃管 那吃的部分呢 大家餵魚啊 大部分都是用飼料 紅蟲 或者是冷冠風泥蝦 那紅蟲呢 有些血水比較多 或是漂浮在水面上啊 看得是不是很煩躁啊 我來教大家如何處理吧 為什麼會有血水呢 紅蟲的蟲體破裂的話 它的血水就會往外流 導致說會有血水產生 那如果它的血水都流出來 剩下皮的話 就會浮在水面上 那存在水底的 比較紅的紅蟲 就是品質比較OK的 那浮在水面上的紅蟲 該怎麼處理呢 那浮在水面上的 我們直接用湯匙 把它撈掉就可以了 不要拿去餵魚 不然啊 魚容易生病喔 那冷凍蜂蝦呢 主要就是怕解凍後啊 那個水容易影響水質 那這邊呢 我也來教大家怎麼處理吧 首先我們就拿出我們的 蜂蝦專用撈網 可以把水過濾掉之外呢 可以讓蜂蝦留在網上 然後來更換我們比較乾淨的水 那這樣的話 在餵食蜂蝦這一塊 就比較不會影響到 我們魚缸內原本的水質 因為紅蟲啊 與冷凍蜂蝦算是生了 所以也要特別注意水質 還有魚汁的健康狀況喔 相信大家今天也有滿滿的收穫 這次的贈品是 有什麼想說想問的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我們將從留言中 隨時抽出有訂閱 AS1草蝦水族頻道的草友 把贈品送給你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按下喜歡 想追蹤更多水族知識 請按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民 AS1草蝦水族 我們下次見 -e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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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魯緣冰箱 我們下次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